- 淘寶 - 淘寶 - 哈囉 大家好 我是Gina - 今天呢是淘寶穿搭時間 - 其實今天的這一支影片呢 我本來是預計12月初拍完 - 讓大家可以好好的聖誕製裝 - 沒想到我這一次的淘寶呢 - 雙十一下單之後 - 延了一個多月我才收到 - 這一次呢當然是冬季穿搭啦 - 滿滿的毛衣 滿滿的冬季單品 - 在淘寶選衣服的時候 - 我通常就是買兩種 - 第一種是 - 它的造型款式很特別 - 但是我可能不會對它的料子有太高的要求 - 第二種呢是比較不踩雷的款式 - 像是冬天的毛衣啊 - 冬天的大學梯啊 - 這種類型的衣服 - 就不太容易會踩雷 - 那今天呢 - 滿滿的秋天穿搭 - 獻給大家 - 好酸好酸好酸 - 好的 - 這邊就是這一次的 - 很誇張 - 很多 - 然後呢我基本上除了聖誕節穿的那 - 兩套衣服以外 - 其他的我都還沒有穿過 - 有一些包裝也還沒打開 -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來開箱 - 這個全部 - 今天這個影片呢 - 因為東西真的滿多的 - 我就是盡量穿 - 然後以上半身為主 - 我這一次在拆包裹的時候呢 - 我就稍微有摸了一下 - 目前感覺沒有太雷的 - 挑選的單價呢 - 大概是在人民幣50到100左右 - 有幾件超過100 - 但是大部分都沒有 - 所以就大概落在台幣200到500多之間 - 如果我上片的時候網址都還找得到的話 - 我就都貼在下面 - 第一個 - 我超喜歡的熊熊帽子 - 這一件我拿去洗過了 - 它洗過沒有掉太多的屑屑 - 這個熊熊啊 - 是我買來錄影的時候用的 - 因為錄影睡覺的時候頭會很冷 - 那我又不喜歡一直戴著帽子 - 有時候又會忘記戴帽梯 - 或者是說帽梯不適合睡覺的時候穿 - 因為我本身就是 - 因為我本身就是 - 非常挑睡衣的款式 - 那忘記戴帽梯的時候就會更慘 - 那我就拿沛沛的衣服來包著 - 那這時候我就想說 - 那我乾脆買一點這種可愛 - 然後搭出門又不會太奇怪的小單品 - 然後我就買了這個熊熊 - 它是可以這樣子 - 就是你可以當圍巾也可以當帽子 - 那不要用的時候就是一個正常的圍巾 - 然後後面會這樣 - 喔 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溫暖 - 我下禮拜就要帶他出門睡覺 - 我就買得很好 - 然後你們知道更誇張的事情是什麼嗎 - 這個熊熊圍巾呢 - 這麼大一條 這麼舒服 這麼溫暖 - 15塊 - 就是 75塊台幣的意思 - 什麼意思啊 75塊 - 我買的這一條是沒有口袋的 - 它上面是寫兩件套 - 然後三件套是26.8塊 - 我覺得大家可以直接買有手套的 - 它就是這堆一個小口袋 - 可以讓你把手放進去這樣 - 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沒有買 - 因為我可能以為手套是分離的 - 這是一種衝動購物沒有認真看啦 - 啊 先分享一個內衣好了 - 來 - 這內衣呢我超推 - 如果你是喜歡那種完全沒有束縛感的人呢 - 拜託買個十件 - 它的膚色一直不補貨 -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南瓜色 - 南瓜色其實穿在裡面看不到也還好 - 那它露出來的肩帶顏色 - 會讓人家覺得 - 欸你裡面是穿一個內搭 - 或者是小可愛 - 可以外露的那一種 - 所以我覺得南瓜色也是很OK的 - 然後它就是這一種薄薄的軟皂紙 - 然後這個皂紙不會積凸 - 非常軟沒有鋼絲 - 然後這裡呢也就是全部的地方都不會勒 - 因為我真的很討厭穿 - 會有任何束縛感的內衣 - 我對年年的大大小小還是什麼樣我都不在乎 - 只要舒服不要露點就可以 - 這間大推給大家 - 如果有興趣的話真的可以直接買 - 不用選了 - 而且它的價格也不高 - 我買第二次了 - 喔對剛剛那一件內衣啊 - 再拿出來一次 - 因為它是棉質的 - 然後它又不是車的很貼身 - 它這個地方呢是會有痕跡的 - 所以你不太適合穿很貼 - 會露出胸型的衣服 - 再來找一件內搭 - 內搭在這裡 - 這個內搭我也是買了兩次 - 然後它很佛心的地方呢 - 是它單價很便宜的以外呢 - 它還會每一個都附這個袋子 - 就每一件都有 - 所以我就收集了四個這個袋子 - 這袋子很好用 - 它的尺寸大小啊 - 就是非常的能裝 - 然後裝一個什麼內衣內褲啊 - 都很OK的尺寸 - 這個袋子我覺得送的非常好 - 那這一個 - 是這種極度柔軟 - 非常輕膚 - 可以穿著睡覺沒問題的這種材質 - 然後它比較薄比較透一點 - 因為這個是白色的 - 我有買咖啡色還有棕色 - 然後第一次買了一件白色的 - 洗過之後呢 - 它有一點胡毛 - 然後有一點點軟色 - 所以我後來那一件我都當成是 - 有點類似發熱衣的款式去穿 - 因為它不會類緊緊的 - 有時候不需要太過於保暖的時候呢 - 我就穿一件在裡面 - 然後這一次我就補了一件可以穿在外面 - 比如說我可以搭吊帶褲啊 - 或者是上半身想要穿的簡單一點的話 - 我就可以穿這一件 - 還沒被染色過的 - 我穿給大家看好了 - 它是一件比較寬鬆一點的內搭 - 然後它的毛料意外的可以保暖 - 雖然說可能沒有像是非常緊非常貼的發熱衣一樣 - 但是它還是有保暖效果 - 因為我去露營有時候穿這個 - 因為它太舒服了 - 套了它之後好像每一件衣服都變成有刷毛的概念 - 但是洗的時候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- 可能就是手洗或者是柔洗吧 - 穿起來的感覺就是這樣 - 鬆鬆的 - 沒有任何的缺點 - 又便宜又送了很好用的收納袋 - 買 - 這件真的必推 - 我還想要去把其他的顏色都塗回來 - 因為我怕我明天買不到 - 它的袖子也不會太短 - 然後是像我就是比較習慣手繪這樣子 - 把這個袖子抓出來的人也很適合 - 然後你也可以反折幹嘛都可以 - 主要當然是不會太貴又舒服 - 然後穿起來又蠻顯瘦的吧 很好看 - 還有我還買了兩件看起來比較沒有質感的內搭 - 但是這個內搭呢 - 我就真的只是要拿來當成內搭用 - 因為有時候就會想要穿搭疊搭的方式多一點 - 但是一件襯衫一件毛衣根本穿不了外套 - 那有一些衣服呢可能就是腦波胎如果被燒到 - 然後收到之後發現太短 - 又或者是你沒有仔細的看那個長度 - 是不是你心裡面所想的 - 又或者是他的照片太詐欺了 - 買回來呢蓋不了屁屁 - 那穿到機率或者是搭配的方式 - 就不是你原本喜歡搭的方式 - 所以呢我們要找一些小配件 - 我就找了這個東西 - 它是背心 - 就一件非常樸實的背心 - 但是呢它下面 - 是很長的 - 像我這一件買的它是平階襯衫的 - 下面這個布料是襯衫的 - 所以我上面呢其實就是穿一個背心的厚度 - 這邊這邊都沒有 - 然後下面我會露出一小結這個襯衫 - 襯衫的話本人對襯衫沒有什麼太大的研究 - 它就是一件 - 是襯衫 - 就是一樣是有那種硬挺效果的襯衫 - 然後扣子 - 有一些線頭 - 就是整體做工一般般啦 - 然後我買了一個是有襯衫在下擺的 - 然後另外一個呢是普通的T恤在下擺 - 那 - 有一些毛衣可能會做得比較短 - 像我本身就跟他說過N百次了 - 我的胯比較寬 - 所以我不喜歡穿顯臀的衣服 - 我也沒有大胸部 - 所以曲線會看起來沒有那麼符合我理想的狀態 - 所以我穿衣服呢大家可以看我的穿搭 - 我喜歡把我的胯遮起來 - 然後稍微的戴到大腿一點點 - 就是內褲在這嘛 - 然後我們衣服把這裡穿起來 - 再下來一點點 - 就剛好可以露出你腿比較大 - 比較細的地方 - 像是這種呢 - 它就裡面可以偽裝成一件T恤 - 然後露出來外面再造一件毛衣 - 或者是大學T - 同時也可以讓你的穿搭看起來更有層次感 - 好 但是這兩件我其實還沒有穿搭過啦 - 我目前是感覺顏色有點太白 - 就是比較死白的白色 - 你看它就是會大反光的這種白色 - 像這種偏奶一點的白色就比較好看 - 那我來分享一下 - 希望大家不要買的一件衣服就是這個 - 超恐怖的聖誕裝啦 - 這個齁 - 色差極為嚴重 - 它的那個賣場照呢 - 就是已經修圖修過的網美照 - 像是本人發的那種網美照 - 它比較偏暗紅 - 然後 - 比較有質感一點的紅色 - 但我實際收到呢 - 哇塞 - 這個紅色齁 - 真的是 - 去夜店穿的 - 要不然就是 - 這個顏色 - 我... - 我沒有想到 - 我就是 - 我覺得這個顏色非常的死亡欸 - 它是那種繪返螢光的紅色 - 雖然是它整體的材質厚度跟內裡都還蠻好的 - 都還蠻好的 - 是完全不會次敷的 - 的料子 - 如果它有別的顏色了 - 喜歡這個版型的話 - 我覺得你們是可以買的 - 它裙子比較短 - 但是又不至於太暴露 - 裡面穿一個安全褲是還OK的 - 那我就是聖誕節那個時候 - 前一天才收到嘛 - 然後我就很緊張 - 因為穿起來這個顏色我真的是 - 我真的沒有辦法說服自己 - 單穿把它穿出門 - 我那時候購買的時候 - 預想是我可能新年還可以繼續穿 - 因為暗紅色嘛 - 洗氣啊 - 然後又不會太過的俗氣可以硬個緊 - 但是實際說它這個顏色我真的是 - 真的很母湯 - 後來我在家裡面苦思很久 - 因為我們的主題是紅色跟綠色 - 然後我有買聖誕毛衣 - 但是它不是全綠的 - 我覺得那樣太沒有誠意了 - 我就挖出了一條超厚的皮帶 - 黑色的 - 剛好有一條黑色的皮帶 - 當我的那個聖誕老人腰帶 - 然後再搭一雙黑色的靴子 - 成為全場最紅的聖誕老人 - 當天我還配了一件 - 是這個菱格針織外套大推 - 舒服到爆欸 - 它是針織的 - 然後它針織的比較密實 - 所以你就會覺得它是一整塊 - 很像毯子的感覺 - 然後整個細節、花色都沒有任何的問題 - 都很棒 - 反正它就是佛聖誕節的配色嘛 - 平常我覺得也可以穿 - 就是你搭配的比較古著一點 - 然後不管是直接扣起來這樣毛衣穿也可以 - 或者是當成外套穿也是非常的OK - 這一件來看一下價格 - 80塊 還行 - 好同一間還買了一個擺摺裙 - 這擺摺裙的料子也是蠻好的 - 我先去試穿一下好了 - 來大概的看一下 - 大概是這個感覺 - 它這裡有做一小塊凸起來的 - 然後呢這一件它是一個 - 它是一個有內裡 - 然後它內裡做非常的貼合 - 完全不怕曝光 - 非常適合表演 - 就是跳舞的那一種 - 它不會曝光的 - 跟一般的褲裙比較起來的話呢 - 這一件呢 - 安全度超級高 - 然後它穿起來 - 像剛剛有看到 - 它有做一小節腰身的效果 - 所以它跟一般的擺摺裙 - 穿起來感覺又不太一樣 - 我覺得擺摺裙很難選 - 我之前因為要拍 - 比較學生風格的企劃 - 然後買了四五條擺摺裙 - 天啊擺摺裙的雷度超級容易出現 - 就它可能擺摺 - 因為擺摺是很多摺嘛 - 摺到最後收起來 - 它那個收起來的地方沒有收好 - 你就會變成兩邊不對稱 - 跟你屁股的形狀不太一樣 - 它就會反而更顯胖 - 就本來是想要 - 營造一個學生可愛的氣質 - 結果穿起來變得更胖 - 擺這裙真的很難挑 - 但是這一件呢很可以 - 然後材質也很好 - 整個很厚實 - 這個是62塊 - 裡面是毛泥的 - 然後加上它的安全褲 - 也是有一點厚度的 - 在台灣的天氣 - 我覺得是綽綽有餘 - 因為有時候呢 - 就外面在造一個長大衣 - 稍微的把腳蓋住 - 然後你在室內穿那麼短 - 其實完全不會冷 - 那如果你要出去走跳啊 - 或者是你上面穿短板的外套的話呢 - 那你就再搭個內搭嘛 - 黑色的內搭褲啊 - 複色的內搭褲都可以 - 嗯 - 這一件 - 推 - 我買的是S號 - 我覺得穿起來很合很剛好 - 就是舒服但不緊繃 - 再來還有買了一件 - 打底褲 - 就是內搭褲的意思 - 我沒有這個顏色的 - 內搭褲 - 但我覺得 - 可能會穿起來很死亡 - 這應該是穿起來 - 就像是淺色的瑜伽褲 - 但是它可能沒有瑜伽褲 - 那麼樣的機能型 - 可以把你的整個肉包住 - 所以它或許會有顯胖的危機 - 但它看起來真的是蠻像一條瑜伽褲 - 我穿起來好看的話 - 或者是我覺得還不錯的話 - 我就在下面標示一下 -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- 這個聖誕節的毛衣 - 這一件呢 - 我買了L號 - 它是一顆聖誕樹 - 哇這個 - 很大 - 然後它很扎實 - 它跟剛剛的 - 這個料子是同類似的 - 就是很舒服的軟明料子 - 然後針織的比較密實 - 又更厚一點 - 哇很大 - 這樣子穿起來 -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啦 - 起來的話呢 - 正常大學T的長度 - 可以蓋到屁屁胯的地方 - 它的價格是105塊 - 還可以接受 - 但它比較厚 - 可能會稍微走 - 下面有露 - 沒發現 - 有露 - 好可愛喔 - 我超喜歡這個雪花的啦 - 為什麼 - 這雪花看起來 - 就是畫龍點睛耶 - 後面有嗎 - 後面就是全宿舍了 - 沒有啊 - 如果是聖誕節前發這支影片的話呢 - 我就會推薦大家可以買 - 但聖誕節後呢 - 我就推薦大家明年再買 - 或者買他們家別的款式 - 這一件穿起來沒有太大的問題 - 非常的可愛 - 這一件是完全男生穿也沒有問題的 - 所以男朋友女朋友姐姐弟弟 - 都可以互穿的一件衣服 - 蠻好的 - 但在挑選oversize的衣服的時候呢 - 要嘛就很over - 讓大家知道你是在穿oversize的衣服 - 最忌諱選到 - 比如說它的肩線剛好在這裡 - 很尷尬啊 - 因為人家會覺得你是買錯尺寸 - 又或者是會覺得你肩寬看起來比較寬 - 從一間店還買了另外一件衣服 - 也是很寬鬆的 - 這一件也是一件針織的衣服 - 但它織的讓你完全沒有針織的感覺 - 前面很簡單的英文字母跟數字 - 啊好看 我喜歡 - 白色的多了一排字看起來很有活力 - 然後這個顏色也很顯白 - 是有一點點米白色 - 帶一點黃調的那種米色 - 好好看喔 - 這兩件都是oversize的 - 但是這一件看起來會更大更寬 - 因為它整個比較厚實 - 然後這一件稍微的薄一些 - 所以它看起來是會更合一點 - 更貼的 - 如果你不喜歡穿看起來這麼oversize的衣服 - 你就要盡量找一些比較薄比較軟的針織 - 然後你裡面再額外的保暖 - 將會讓你看起來是你要的效果 - 好看你 - 這一件好好看喔 - 這就這樣 - 啊 - 綁一下 - 馬尾 - 喔讚 - 或怎麼戴個帽子 - 應該也是很不錯的 - 可以買 - 這個 - 價錢應該是差不多 - 89塊 - 更便宜一點 - 因為比較棒 - 這間店的毛衣 - 都是完全是我的 - 債 - 真的是會發抖的那一種 - 這個聖誕老人也太可愛了吧 - 想要 - 還有還有這個紅色的 - 有沒有 - 喔這個針織花紋非常明顯 - 它拍照拍得很漂亮 - 喔我想買這一件啊 - 這個你們看 雪人耶 - 它還有一個小圍巾耶 - 喔太可愛了吧 - 好可愛 - 聖誕節太可愛 - 幽黏喔 - 還是大家覺得我們可以 - 改買這種 - 恭喜發財 - 這個齁 - 感覺也很不錯 - 還有黑色的喔 - 黑色的比較不會那麼 - 穿不出門 - 一年四季都可以 - 恭喜發財的吧 - 合理 - 好多好可愛的衣服喔 - 就是這種針織的衣服好可愛 - 看我們這裡有一個小可愛 - 在這裡好久不見喔 - 喔冬天變得好黏人喔 - 有沒有 - 很黏人啦 - 呵呵 - 要不要打個招呼 - 我們到鏡頭前面打個招呼 - 哎呀 - 你說好啊 - 你怎麼會蹭過來啦 - 雷默跟叔叔阿姨們打招呼一下 - 這就好啊 - 我們是Yuta喔 - 你只有媽媽對不對 - 對 - 然後還買了一件帽漆 - 在這裡 - 價錢是121塊 -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- 這件穿起來的感覺 - 很薄 - 是我想要的 - 這樣子 - 欸蠻好看的 - 我覺得它這個顏色好看 - 它跟剛剛的毛衣一樣 - 就是比較偏米黃色 - 有一個帽子 - 我一樣是因為 - 要去錄影 - 然後想說 - 多一點 - 多一點 - 你們看這件的長度 - 幾乎是 - 完全是我的裙子的長度 - 我個人蠻喜歡的 - 剛剛不知道是不是卡到 - 卡到毛 - 這件推薦 - 我真的蠻喜歡的 - 穿起來雖然大件 - 但是整個人是瘦瘦長長的 - 缺點就是沒有刷毛啊 - 跟它賣場的照片 - 拍起來是一模一樣的感覺 - 它的另外一個 - 綠棕色 - 我也覺得很好看 - 是這個 - 比較泰迪熊的顏色 - 但我後來還是選了 - 米白色 - 感覺會比較更清爽 - 這個就是 - 聖誕節可以穿的顏色 - 然後新年也可以穿的顏色 - 我目前看我的螢幕 - 上面顏色再更亮 - 但整個拿在手上 - 它是有點偏暗紅色 - 暗紅色帶一點點紫嗎 - 然後它這個 - 這裡有點像是牛仔車縫線那樣 - 白色露出來很明顯 - 就車縫線很明顯 - 那燙一燙我覺得應該是 - 還不錯的一件小洋裝 - 這件衣服穿起來就是這樣 - 很可愛耶 - 我覺得可以 - 這個買了一件很薄的大絕梯 - 外面摸起來很舒服 - 但是裡面是有點偏毛巾布的材質 - 這件是119塊 - 119覺得一般般啦 - 因為它比較沒有內裡 - 然後又很薄 - 但看看 - 穿起來感覺怎麼樣 - 應該 - 八九不離十跟它的照片是差不多的 - 好 穿起來就是這樣 - 灰色的麻花灰 - 滿樸實的一件衣服 - 然後穿起來的長度是它這裡有一點前 - 短後長 - 然後沒有束口 - 就是直直垂下來的 - 好 這一件 - 來看看這一件 - 這一件也是很大 - 這一件呢 - 跟這一件是一樣的薄厚度 - 然後它裡面就是我說我不喜歡的 - 毛巾布 - 就是毛巾布穿上去不會有輕膚感 - 因為它單層沒有內裡 - 然後又加上它前面是試過來的 - 所以要像我一樣裡面再穿一件 - 但我覺得它刺繡刺的範圍跟面積都很有誠意 - 然後它的綠色也是一個比較沒有那麼常見的綠色 - 比較低飽和的草綠色 - 我覺得穿起來沒有那麼上向 - 它不是一個會讓你氣色看起來好的綠色 - 但是好像也不顯黑所以它也OK - 長度參考一下 - 一樣是不會露出我這件睡褲 - 然後可以整個包到這個地方最寬 - 最寬應該到這邊都可以蓋住 - 所以裡面穿內搭褲的話 - 整個應該也是蠻好看的 - 就腿會看起來特別的細 - 這一件是一件麻花的真摯洋裝 - 然後它的長度沒有特別長 - 但也不算短 - 這件穿起來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- 如果肩膀太寬可能會看起來有點倒三角 - 但如果不會太寬的話應該是沒問題也看一下價格 - 好 這件135塊 - 我在折扣的時候買的所以是107塊 - 下擺的部分 - 但我覺得它最不好看的地方是在這一段 - 就是可以不用買的一件衣服 - 但執意要買的話也不會說傷心過頭的衣服 - 但是它的料質沒有到特別軟特別舒服 - 它這邊是做的像這樣有包起來 - 然後它會讓你感覺比較lady一點 - 但是它這個地方又有點太休閒了 - 如果它稍微的抓上來 - 然後做一點點小麻花 - 或者是縮脖子的高領 - 然後有一點花瓣感的話 - 應該會更適合一點 - 然後它旁邊這個地方都是有洞洞的 - 其實是可以穿透到內褲的 - 然後這一件價格超便宜 - 62塊吧 - 而且它整個很不錯耶 - 它這個蕾絲是軟的 - 比較像棉質毛泥的蕾絲 - 然後這個地方是絨布的 - 所以會有點小小的反光 - 沒有那麼blingbling - 所以看起來也是還蠻低調 - 然後領子的地方 - 袖子的地方 - 目前看起來都還不錯 - 62塊 - 非常可以 - 我來去穿一下 - 非常可以 - 看這個地方就是 - 完全合格的一件洋裝 - 然後又加上它的料子什麼都很不錯 - 這個地方呢 - 是可以這樣扣起來的 - 我沒有扣因為我等一下就要脫掉 - 然後看起來完全不會顯壯 - 它風格就是比較偏復古的制服類型 - 然後它的蕾絲啊 - 做的完全不會死白 - 又很輕膚 - 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 - 它的蕾絲很特別 - 它上面的這個實心的小花呢 - 是有毛泥感的 - 然後網子的話就是黏直的感覺 - 所以它一點點刺膚的感覺都沒有欸 - 裡面是沒有內裡的 - 但是完完全全不刺 - 沒有一個地方癢 - 然後裡面還買 - 我還買了一條裙子 - 在哪 - 我在這 - 今天是聖誕節的裙子 - 就一條小仔裙 - 針織的 - 沒什麼問題 - 這我就不穿了 - 聖誕節 - 壓軸來一間 - 就真的很便宜的店 - 平均都是在 - 五十八塊左右 - 這些衣服 - 每一件都五十八塊 - 蠻不可思議的 - 因為 - 肉眼看上去 - 針織的料都很厚 - 哇 - 很舒服欸 - 各位 - 顏色也蠻好看的 - 噢 - 顏色也蠻好看的 - 有一點點悶悶的味道 - 有點像倉庫潮濕的味道 - 但是 - 通風一下還可以 - 不是很重的化學味 - 給大家看一下 - 穿起來普通啊 - 我就是穿起來 - 沒有特別驚豔 - 然後也不是特別修飾 - 然後穿上去的時候 - 味道還蠻重的 - 就是剛剛說沒有味道 - 但是穿上去味道蠻重的 - 就是 - 還是會有一股化學味吧 - 然後我覺得應該就是毛線這邊吧 - 因為它這邊這裡 - 連帽的位置做得比較靠近肩線 - 所以它這個地方就會 - 凸起來 - 會讓你覺得很像 - 這邊 - 不是你原本的肩膀應該有的那個線條 - 然後這裡就會看起來重重的 - 這一店我買的是一個 - 就是比較大學 - 學院風的這種 - 條紋感 - 穿起來這樣的 - 一個比較基本的感覺 - 然後 - 可以扣起來 - 扣起來 - 拿你件毛衣 - 增加造型感 - 這一件我覺得很不錯 - 如果你喜歡它的風格的話 - 它是屬於那種比較偏復古感 - 然後它的oversize - 不是偏潮流的oversize - 比較偏 - 穿爸爸衣服的那種復古感 - 喔 是一個套裝 - 喔 - 套裝58塊 - 非常划算耶 - 它裡面是 - 讓你感覺到有刷毛的 - 它是有刷毛嗎 - 到底有沒有刷毛 - 應該是有刷毛 - 只是它的毛刷得很薄 - 喔這個好厲害耶 - 裡面極柔軟極舒服 - 整件超薄 - 我在講超薄的時候 - 其實不是不好 -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薄的衣服 - 但薄的衣服不好找 - 因為厚的穿起來會比較有質感嘛 - 然後賣相會比較好 - 但是薄的衣服就是柔軟舒服透氣嘛 - 個人很喜歡薄的衣服 - 它下面是一條短褲 - 高腰短褲 - 裡面有刷毛真的是 - 這也是有刷毛的耶 - 太佛心了吧 - 先把上衣套上來給大家看一下 - 這應該也是男生的L號吧 - 但是褲子的話可能就穿不了 - 褲子就分給姐妹嘛 - 或女朋友穿 - 這樣也是另外一種風格的情侶穿搭 - 今天買的好多衣服都是 - 是泥黃 - 但這一件再更黃一點 - 褲子這樣子 - 這樣子齁 - 看一下 - 好 - 這個放下來的話 - 褲子會露出一小截 - 這一套價錢是57.98塊 - 那這一件呢 - 我個人覺得 - 喜歡素色衣服 - 素面衣服的話 - 你應該會愛炸 - 但如果你喜歡前面有一點小圖案的話 - 它可能就不太適合你 - 同時 - 我好像還買了 - 襪子 - 長襪 - 對的 -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的一條長襪 - 好不好 - 好搭的咖啡色 - 還買了一條 - 一件 - 一件 - 一件綁綁綁的毛衣 - 這個感覺跟它的賣場照片 - 也有一點點長度上的落差 - 我等一下穿穿看 - 因為它賣場上面的長度很長 - 但我這樣子看起來我覺得還好 - 然後那咬子嘛 - 我還感受一下 - 摸一下 - 沒很好 - 一般版 - 到這 - 我覺得它的賣場上面 - 看起來更長一點吧 - 看起來賣場 - 或者是它 - 它比例拉得比較長 - 所以看起來更長 - 然後裡面都有搭一個內搭 - 我是沒有搭 - 所以我覺得穿起來普通 - 就像睡衣的版型 - 但是沒有到睡衣的柔軟度 - 可是是可以買 - 穿起來就是寬寬鬆鬆鬆的 - 長版真摯洋妝 - 不修飾 - 但也不是很顯胖 - 然後花紋呢 - 還算清晰 - 薄度偏薄 - 外面可以隨意的搭配一些 - 長的大衣 - 應該會很好看 - 然後味道也是偏重的 - 這間的味道都偏重 - 這間店買了那麼多件 - 居然都沒有採雷 - 是蠻厲害的 - 可以逛一下又蠻便宜 - 但是不會讓你感覺到 - 優質質感爆裂 - 或者是買到賺到的感覺 - 就是差不多那個價格 - 但是是便宜的價格 - 然後最後 - 最後還有一雙鞋子很可愛 - 這一雙毛毛靴 - 很像室內拖的外出鞋 - 然後它長這樣 - 就是它整個就是 - 毛毛跟千鳥格合在一起 - 前面拼的一個棕色 - 幾皮的這種觸感 - 然後整個裡面都是毛 - 我剛穿起來我覺得 - 它有點偏小 - 然後它的尺碼是做到39號 - 39號就是這雙 - 大概適合38號的人穿 - 因為我穿 - 我覺得會有點不太舒服 - 然後我買到的時候 - 我還是會硬穿啦 - 因為它後面還算是軟 - 所以它還是有一點點空間 - 可以讓我的腳不是那麼緊繃的狀態 - 但是我可能就是 - 帶它出去喝咖啡吃飯 - 逛街是不太行的 - 這種鞋子你就不要期望它有多好走 - 但它就是非常的保暖 - 非常的舒服 - 好的 那就這樣子囉 - 這一雙鞋子 - 好的 那差不多了 - 差不多結束了 - 那這支影片剪出來嘛 - 應該是在1月份的時候 - 也可能是在過年期間會不會太晚 - 反正就先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- 恭喜發財 - 身體健康天天如異 - 步步高升順順利利的好不好 -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-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- 不要忘記幫我這影片按讚留言訂閱 - 訂閱一下分享 - 如果還想要追蹤更多即時動態 - 我的Facebook、Instagram、微博都歡迎大家加入喔 -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- 掰掰 - 掰掰 - 耶~~~ - 收衣服囉 - 去幾個字號 - 好亂 - 恩 - 分享 - 分享